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 今天给大家讲母子爱上一只性感的狼的故事 寻找自由的红狐狸 小黎正开心地遨游在宇宙中 突然周围飘来了许多的袜子 随着一声尖叫,小黎清醒了过来 原来是老妈拉开了房间的窗帘 小黎生活在单亲家庭 从小就和妈妈相依为命 这天是小黎33岁的生日 每年的生日,妈妈都会送她一双袜子 今年也毫不例外 小黎像往常一样正在弹着钢琴 妈妈打扫着房间 他们之间很少有交流 琴声越来越急促 小黎的心里有些焦虑 她有着很好的学历 可是因为没有好的创作灵感 一直待也在家 妈妈却犹在犹在的坐在洗衣机上看书 突然洗衣机冒起来黑烟 妈妈赶紧拨打了维修电话 不一会儿门铃声响起 这是一个有着硬邦邦的腹肌 性感尾巴的狼维修 如此帅气的狼维修 让小黎不禁多看了两眼 狼维修用一个媚眼回应了小黎 她拿起扳手 在小黎面前耍了一下苦 随后趴在了洗衣机上开始修理 随手扔掉了手里的扳手 让小黎帮自己拿螺丝刀 感性的大囤积 让小黎内心小鹿乱撞 母亲的叫唤 吓得小黎一阵哆嗦 母亲把狼维修请到了客厅 为她倒上了一杯咖啡 狼维修完美的身材 让母亲也为之欢喜 她让狼维修当自己的模特 狼维修也好不害臊地摆起了pose 摆完最后一个pose的狼维修 又向小黎泡了个闷眼 小黎也害羞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如此完美的身材 让小黎更加无法自拔 她借着找饼干吃的借口 来隐藏自己的小心思 母亲说过了吃饭的时间 小黎只好回到房间 房间里小黎开始喷上香水 梳理毛发 接着穿上了大花裤衩 没过多久 狼维修退开了小黎的房门 为小黎送上了两块饼干 暧昧的气氛里 他们很快发生了关系 母亲则是在厨房里无聊地抽着烟 趁着小黎熟睡时 狼维修偷偷地离开了 小黎醒来在厨房煮咖啡时 她看到狼维修从母亲房里走了出来 晚上母子庆生时 小黎越想越生气 于是拿着行李离开了家 根据地址她找到了狼维修的家 当她敲开门以后 发现狼维修早已结婚 狼维修的妻子为谁敲的门 狼维修无情地关上了门 说没人 看着一对母亲送的袜子 小黎也有些想家了 母亲也正在为小黎的离家出早而伤心 此时一支乐队从小黎面前经过 其中的钢琴手因为喝了太多酒 最倒在了地上 乐队没办法继续演奏 小黎上前喝了一口酒 弹起了熟悉的乐曲 此时此刻她才找到了自我 这部短片强烈表现了当代不良情感的年轻人 过度地依赖父母 更是讽刺了父母对孩子强烈的控制欲 孩子终会长大 父母应该放手让孩子走自己的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都会在二次人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守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二次人的世界里 最后是什么